剛剛問到說我剛剛的語音 我如果有這麼多篇段我要一次改 可不可以?可以的 你就是到上面這邊,你看一下 修改 對,你看AI語音有沒有 這個不是AI字幕配音哦,不一樣哦 嗯 哦 這個語音你把它按一下 是直接修改語音 對 然後呢 這裡就可以把你整個影片裡面的那個原本的AI 直接 換成其他人來講這樣子 OK 目前大概就是有 有四個,四個是免費的 哦 有沒有他有free的那個就是免費的 對對對對對 你都可以先聽看看 都可以先試聽 有一個 有 那個叫做插入背景聲音 把自己的聲音 變成背景聲音就好了 但是背景聲音可以有兩個 三個 比如說我一個是背景音樂 一個是我的聲音 他還能夠免費一次 對對對 是的是的 沒錯沒錯 嘿 所以如果說你要像這個 所以我剛剛那個網友的問題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就不要產生這個語音就好了 那我把他自己錄的聲音當作是背景音樂來用 那我就是反正你播下去了我就知道第一段大概講到哪裡 我就可以怎麼樣 來後面這裡 好第一段我講到這裡我按個Enter 然後第二段按個Enter 這樣是不是我就照那個我講話的速度 因為你用AI語音的速度跟你講話的速度絕對不一樣 對對對 是的 是的 好所以來老師您可以看一下 我那個我回答他的就是用這樣來您看一下 這是我回答他的方式啦 就直接操作一下給他看 好我看後面這一段 我就是 請他用這個去把字幕提出來 也可以來我們看後面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不過我那時候錄的時候他的介面跟現在又不一樣 有沒有跟跟剛剛用的過程是一樣的 好我們看 這是不產生語音 好在這裡 從電腦這邊 這個就是把他的錄音啦 傳上去 然後呢他就會自動把我們 你的語音放在第一個裡面 好而且呢他要往後延伸 但是因為我們的影片速度 你的講話的速度不見得對得起來 所以這邊來這邊我把它變大聲一點 要再做一個後面的調整 那現在我先把背景裡面的部分先做刪除 那另外如果你要把我們如果LOGO刪掉 這裡也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先聽看看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KEMA呢其實有兩種 你看我們第一句話事實上 這個語音就會發生到第二個 所以呢你如果說 欸我透過這樣子等於說 我們在這邊呢你要再去做一個斷句的動作 我們再重聽一次喔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好到這邊對不對 我是自己要去聽我的聲音 到哪裡 要去換它這樣子 後面的這個內容 我就可以把它提升 按下提升 所以變成您需要做的就是 這兩個結合之後 再去把你的聲音 跟我們字幕的速度把它對起來 KEMA呢其實有兩種 專案分享檢視的方式 那它的效果 看在這邊我就這樣一個人的 好所以這樣你就 回歸到就是 最原始的 我們用編輯文字檔的方式 來編輯我們的影片內容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了 嘿所以用這種 其實它這種方式就是很適合講故事的 嘿很適合講故事的一個方式 來讓大家去做這個內容這樣子 好這樣OK嗎 給大家先參考一下 你先試看看待會呢 我們就可以再針對 你的就是片頭片尾 再去製作這樣子